您之前开示过护法菩萨 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愿里 给予不同标准的保护和要求 同修之前也梦到过自己的护法神 是一位男护法神 最近梦到在自家院墙上 站着五位威风凛凛的像大将军的人 又像是画在墙上的 类似于端黄壁画里的人 五彩斑斓 很好看 同修梦里感觉他们平时就是 默默看护着自己 只要同修不被别人伤害 他们就不现身 信来觉得他们就是五方接地 现实中这位同修两个月前发了誓 曾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力 请问师父 五方接地来护法可能吗 当然可能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你是正法 护法神再大的护法神 他只要他都是有法庇护的呀 感恩师父 同修之前梦到只有一位护法神 如果现在有五位护法神 师父也是因为同修的愿力更大了 所以护法神就比原来多了呢 是的 是的 随喜这位同修 师父 修行人要是被五位护法看着 基本上就是全方位的监管 监管他的一言一行了 不能做错任何事 否则惩罚会非常严重 对吗 你如果修到一定的标准的话 你就要师父修到一定标准 你的所有的意念都不能出偏差 要求越来越高 那是一些好事情啊 但是对一些不经经的人 可能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哎呀被护法神看住了 被护法神看住了 你怎么不想保护你的 对了对了 一样道理的 嗯 是 也就是身口衣全部都要非常的谨慎 对了 是吧 对了 不可以的 好 感谢 跟着女孩子讲一句下流话 笑话 黄色笑话 比较隐蔽的 对不对啊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内心的那种肮脏 所以这些都不可以的 明白了吗 嗯 对对啊 明白明白 感谢师父 这位同修之前梦到已经完成仪式修成的愿力 资料已返回天界 当时观世音菩萨和伟托菩萨提前来给他祝贺 并送摩尼珠给他 师父在今年五月份的录音也做了开示 如果他没有更大的愿力 有可能会被收回去 请问师父 对于当时从天上下来时 领了签命的人来说 如果签命完成后 不想太早回去 是不是只要有更大的愿力 单观世音菩萨祈求能带人间更好的弘法度重 然后拼命的弘法 拼命的做功德 就可以不用回去了 是的 如果你有这个天命的话 你到了时候要走的话 你只有有更重要的任务呀 没有更重要的任务 你肯定回去了呀 因为你许的愿力已经达到了嘛 成功了嘛 你就可以回去了呀 但是你要是继续有更多 像在天上一样 你再许个愿嘛 那你就可以再留下来呀 你要有个理由的呀 你就像移民局签证一样 你想留在哪个地方 你必须要提出理由的呀 哦 对啊 因为师父还在人间 同修不想这么早走 想在人间护持法门和师父 希望能够成就更高的果位 请师父能够慈悲开始下 吹牛啊 凭什么不努力的 在说哎呦 我在护持师父有什么用了 你要真的真的护持的 你要度人的 你要想一般的我就告诉你 你要想严寿的话 就必须度人的 嗯 你不是说严寿 严寿的话你不是苟且偷生啊 这是两个概念的 对不对啊 在这个心灵净土里边 已经有很多我们的佛友了 很多人在上面很开心啊 过得很好啊 经常有菩萨给他们讲课啊 大菩萨 对不对啊 现在在心灵净土 有多少个具有这么好的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反正有童子上天去看了 对不对啊 这些有些东西 佛子 佛子邮寄的话 他们都看到了呀 有好几位都是师父知道的 当时他们走的时候 给他们加持的呀 现在都在心灵净土呀 随喜他们 随喜他们 要记住了 你要想留在人间 因为你要首先要学会吃苦 因为在人间 度人的话 不是在天上享乐 都不一样的概念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